在我妈去世不到一年 我爸和我妈生前的一个朋友 好人了俩人 我妈去世之后那几年里 我跟她相处还算不错 直到后来20年的时候 我家里亲戚告诉我 我那个阿姨在我爸病床旁边 跟她说 让她把我家的房子车子全都过户给她 我2004年出生的 然后当时我出生不到三天 我就被我亲生父母 就扔在当时海淀的复兴录的一个小花坛里 被我现在的父母给抱了回去 当时他们就已经50多岁了 我小时候身边所有孩子 他们爸爸妈妈都是20多岁30多岁 然后只有我爸妈是老头老太太 我小时候去上学 他们瞅见我妈来送我上学 都管我妈叫老太太 就说看老太太又送她孙女上学来了 其实他们知道是我妈 但是他们就要故意那么说 所以我小时候特别自卑 我不愿意让我妈去送我 因为我觉得丢人 我八岁那年吧 我去翻我们家那柜子玩 我当时就翻到了我的收养证 当时八岁我已经识字了 我看了两个字 气英 然后上面贴的是我照片 我就拿着那个收养证 我就跑到我妈那屋 哭着我就跟她嚷 我说为什么要骗我 我说为什么你不是我亲妈 你白让我背负了这么多年 别人的嘲笑和异样的眼光 当时我妈愣 八年我没见过我妈哭 那是我第一次 我见到她掉眼泪 然后我就过去 她抱着我 她说丫头没想到 这么快就让你知道了 她说没事 等你18岁以后 你就回去找你亲生父母吧 你要是想妈了就回来看看 就那一刻我就觉得我自己特别浑 我怎么能有那种想法 不是亲妈怎么了 我亲爹亲妈养过我一天吗 当时我就哭着跟我妈说 我说妈我谁也不找 我这辈子就认您一个妈 再到后来就是我妈去世了 2016年11月27号晚上 当天下午的时候 我们俩还吵了一点 吵得特别凶 晚上回家的时候 我在西屋里就看见我妈 从北屋那个沙发上 出了又下去了 然后当时我不知道怎么了 我过去一看 我说妈你怎么了 不说话 她整个人就痒在那 然后眼睛翻白眼 不说话 当时我爸就叫120 然后拉走了说 急性脑出血 然后当时我就 归在我妈床边 我说你要快点好起来 我说我不该跟你吵架 你不是答应我 要看着我上大学 结婚 嫁人 你要快点好起来 当时我妈迷迷糊糊还点头呢 就在我回去当天晚上 医院来电话说 二次出血 人没救过来 我记得特别清楚 当天是2016年12月11号 我记得我当时 我在追一个韩国的男团 他们有一首歌我特别喜欢 叫《十二月的奇迹》 但是在我妈去世之后 我再也没敢听过那首歌 我觉得没有奇迹 上个礼拜是我18岁生日 然后我18岁生日当天 我跟我爸大吵了一架 然后他当时说了一句 让我特别伤心的话 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 只是因为一件小事 因为他忘性特别大 他做饭没关火 然后把厨房点着了 我当时可能情绪有点激动 我说您把窗户开开 我说这屋里乌烟瘴气的 当时我可能嗓门有点大了 然后就一下 可能就踩中他某个雷点了 然后他巨大声地吼我 一说轮不到你这个杂种来管我 其实他是无心的 那时候让我很受伤 他是一个就是那种 分化程度不高 然后有时候说话不过自己脑子 从小就是这样我都已经习惯了 然后当时因为是我18岁成年那天 然后我觉得对我意义还挺重要的 然后我一个人在屋里摸摸地哭 在我妈去世不到一年 尸骨未寒 我爸和我妈生前的一个朋友 好人了俩人 我管他叫阿姨 在我妈去世之后那几年里 我跟他相处还算不错 直到后来20年的时候 我记得那天是12月3号 我在学校刚下晚自习 我一打开手机 十多个未接电话 我叔叔打过来的 我也想完了 我爸出事了 绝对出事了 他说你赶紧来急救中心吧 当时我到急救中心的时候 我爸还在抢救 外面围了一圈人 都是我亲戚 当时我那个阿姨也在现场 我记得 当时要交手术费是一万三 就听着他们大人聊天 说谁给垫一下这钱 谁都不乐意垫 我那个阿姨给把这钱垫上了 当时我还觉得 我爸没找错人 我真的我都想叫他一声妈 第二周我回来的时候 我家里亲戚告诉我 我那个阿姨在我爸病床旁边 跟他说 让他把我家的房子 车子全都过户给他 说你把房子过户给我 咱俩现在就结婚 我照顾你一辈子 其实最让我狠心的 不是这个阿姨变脸这么快 是我爸 他差一点答应了 有一个周末 我回家 在吃饭的时候 他突然跟我说 你阿姨跟我说 让咱俩把房子卖了 上他那住去 我说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你是已经同意了 然后来通知我的是吗 他说没有 我是在征求你的意见 我说那为什么当时看到 本来是我的车牌号 已经上到了人家的车上 我才知道呢 他说那会儿你太小了 跟你商量有什么用啊 所以我 我一直觉得 我像寄人离析啊 从我有记忆开始 我就一直是 从这个环境里长大的 但是我总觉得 我骨子里是没有家 没有根的 我特别没有安全感 所以后来那个房子 怎么处理 房子没有过户 所以我说我爸是爱我的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爱 还能持续多久 后来他跟这个左脸二姨怎么样了 我好像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我是一个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 所以我不会选择 和同龄的男生谈恋爱 因为我觉得 他们给不了我想要的安全感 后来我认识了一个 比我大十岁的男人 我十七 他二十七 在我眼里 他跟所有人都不一样 他能给我同龄男生 给不了的那种 像是被保护的感觉 我甚至想过我二十的时候 我就马上跟他结婚 我太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即使在这段关系里 他对我并不是很好 甚至说 他不愿意给我花什么钱 在我们俩这段关系中 大部分开销 是由我来之处 当然我朋友都说 你是不是傻 去给一个比你大十岁的老男人花钱 还是上赶着那种花 我那个当时的男朋友是摄影爱好者 然后为了跟他找空的话题 我买了一台 六七千的加能的G7X3 然后我为了那台相机 我节省了得有半年吧 有一个别的小区的名字 收货人还是一个女的 我把他叫起来 我问我说 这个女的是谁 他看了一眼想都没想直接说 我前女友 那你们俩是什么时候分手的 他说大学毕业那会儿 直到这个时候 我都没有怀疑过他 但是我留了一个心眼 把收货人的手机号记下来了 回到家之后 我用这个手机号 我去搜他的支付宝 我看到他的支付宝昵称 我又用这个昵称 去搜他的微博 果不其然搜到了 在他微博里发现了 他拍的抖音 160多个视频 全都是他俩的恋爱日常 而且日期都是今年 我当时傻了 我当时手都是抖的 说不可能 我没有想到他会骗我 后来的一段时间里 我找他联系 他都是以读不回的一个状态 当时我身边所有的朋友都说 你去给那个女的打电话呀 电话通的那个时候 我说姐姐你是谁谁谁吗 他说你是谁呀 我说我想和你说件事 对面冲着我嚷 说你先说你是谁呀 我当时哭着说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我朋友先急了 我朋友嚷回去了 说你男朋友把你绿了 你知道吗 对面云淡风轻地来了一句 我知道啊 当时我就傻了 我加了那个女生的微信 他说我早就知道他外面有人 他说我也有 他甚至还在安慰我 说妹妹你不要伤心 在后面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我都一直不断地在纠缠他 其实我知道 这根本就是一段不健康的关系 但是我却没有办法让自己结束这种状态 因为我太依赖那种感觉了 我觉得当时我就好像处在一个快要坠毁的飞机上 就是你知道你再在这辆飞机上呆下去你就会死 但是你又不敢跳下去 直到最后我也不是自己跳下去的 是他硬生中给我推下来的 是他逼我脱离出这段关系 我觉得就是原生家庭不好的女孩 就比如说在遇到失败的感情 都会有一点那种独徒心理 就是我前半生已经这么惨了 然后我遇到一个人我就死乱乱咧的 我就觉得他是我的光是我的救赎什么的 然后就依赖人家 其实他救不了你 就是我觉得依赖一个人 太过依赖一个人 就是灾难的开端 其实这也就是成长里最痛的一刻吧 就是你最依赖的那个人 你最信任的那个人 瞅你开了最猛的一枪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 我命其实算是挺好的 如果我亲生父母没有丢掉我 他们选择抚养我 我可能连学我都上不起 我连户口我都上不了 我可能要过着那种 我辍学打工 供我妹妹上学 供我两个哥哥 结婚取媳妇买房 咱老婆本 我可能要过这种日子 就没有机会再坐在这儿